裴洛西反台之后 中国共产党 极度愤怒的愤怒 在台湾岛东南西北 六个区域展开实弹演习 后来又增加多一天 连续从8月4号 5号、6号 再加多一天7号 在台湾岛东南西北实弹演习 在8月4号 星期四的东风系列 15、17实弹演习中 全部导弹寄中面部 这完全切断了台湾岛的生命线 就是把台湾岛的海陆空 困移斗兽之斗中 足足七天之久 这是一场真实的军事演习 也可以反手成为一个 促进真的武统台湾 真的中共会提前武统台湾吗 请看这期的裴洛西访问台之后 中共提前武统台湾 谢谢大家收看第四集 中共提前武统台湾 陪洛西飞了之后 中国共产港这次发生的六个区域的实弹演习 政治第七个实弹演习 全部都超过了96年的台海中线 中共威胁到台湾的生命线 这是中共的实弹演习七个区域 已经把台湾以中共在96年的台海危机的中线移除了 就是中共宣言说 这次台湾岛要习惯说 没有台湾海峡中线 随时解放军可以冲上岸 围攻武统台湾 而且中共宣布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内海 已经没有分中国海和台湾海峡 全部都归于中华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陆海域 这是中共的东南西北四面楚歌的围攻台湾的军事演习 导弹演习 最近的区域离开台湾岛只有足足12公里 就是换演习说 假演习可以变成真的武统台湾 这有如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版本 也是从一次军事演习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军事攻击乌克兰 所以中共也是可以从一场假的演习 改变成真的军事演习行动武统台湾 这让台湾防不胜防 而且吃死吃空之后 中国再也没有台湾海峡中线 而且会军事演习在台湾岛四面楚歌 困兽之斗困住台湾成为常态化 这提前武统台湾应该是一个失败必行的驱使 而且这次四面楚歌四面八方的围困住台湾 阻绝了从美军从东南西北援持台湾 如从日本岛援持台湾 从菲律宾以及菲律宾军队基地援助台湾 以及韩国援助台湾完全把台湾岛的生命线 东南西北围困住 让台湾岛成为困兽之头 而至此之中 中共就会窝中周边 轻易地把台湾岛拿下 而且听说这次的演习 中共会出送一艘航空母舰 以及几艘引擎的核子潜艇 这时美国的雷根号已经杀作壁子走了 完全不采取任何的军事手动 对峙中共的军事演劫 这已经从96年的两艘航空母舰 对峙中国的军事演劫 围困台湾岛的401996年 完全天差地别 现在2022年 台湾岛基本上第一岛列 已经属于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准确设计地区 所以美国的雷根号只是杀作马上走 完全不管台湾岛4300万人民的生命的危险 以及财富的存在 所以这场武统台湾 可以说美国完全只是口头上说 会成为台湾岛坚落磐石的战斗夥伴 而且日本与韩国会成为同盟国 赞助台湾 严防中国的侵略 可是真正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卢普京的说 火摆动轰炸机的翅膀 如图石 隐形轰炸机 马上轰炸敌国 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马上看到美国完全航空母舰 雷根号马上沿着菲律宾海峡逃跑了 而且日本与韩国也撇作不管 中共的军事演习围困台湾 所以一旦真的中共采取武统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四十森雄变 美国韩国日本是完全撇作不管台湾 台湾人民四千三百万的生命财产 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们如何防御中共的军事演习 以及假演习 真武统台湾呢 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道 而且韩国的新总统 以习类摆出高招 假装休假完全不能接待 前往韩国会面的裴洛西 这个高招让韩国完全撤出 台湾海峡的战斗 七一之中 这次的军事演习 巴士海峡 台湾的台南 左营的生命线 以及台北台中等军事目标 都是成为中共的假演习 真武统的军事目标 一撒手就可以拿下 台湾东南西北各路的主要军事要塞 所以让台湾防不胜防 中共这招假演习 真武统台湾 如果是照正常的情况看 应该是24小时轻易就可以拿下台湾岛 因为现在台湾岛完全不能够拿出任何的抗欲 中共的东南西北围困的军事演习的任何的军事行动 而且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完全没有任何对策 也完全不敢发生任何表演对于中共四天的军事演习 东南西北围困台湾岛 对台湾岛4300万民人民来说的生命财产 在执政党这样的搞台独 把台湾岛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真的是十分的可悲 陪洛西这次访问台湾 他已经预取自己的私人利益 得到自己在11月会退休 离开众议员的官位 而且取得重要的历史时刻 成为最高的第三号人物访问台湾 这证明他的历史时刻 而台湾得到什么好处 全部都是落空 得到的坏处是 马上受到中国东南西北围困困兽之斗 围困做台湾岛的生命支线的假演习 可能会演变成真武统的 武力威胁4300万台湾人民 的财产与生命 这是十分的不幸与十分的可悲 而且中共这次的七个区域的 假演习真武统 而且撇开了台湾台差两峡的中间线 完全就是台湾岛现在已经是零时差 没有安全的空域反应任何中共的侵略行动 所以对台湾来讲是四面楚歌 岌岌可危 任何一个时刻都会落入中共的展学之中 而且中共的七个时区的实弹演习 只是离开台湾岛12海里 完全给台湾岛一个零时差 零安全距离的防备 换言之说 他会抄袭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版本 马上从假演习变成真的军事行动 侵略乌克兰 也变成真的武统台湾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在别的国家的实弹演习 在12海里之中 特别是在台南的 特别是在距离左营军港 只有6海里的区域 中共在那里发生实弹军事演习 这是台湾的运输舰与生命线 对外任何的进口与出口都需经过左营港 而且中共可以占据东山岛 同时台湾岛的统一超市出现了 针对陪洛西访问台湾等等的负面宣言 如鸡排民主等等 标语出现在统一超市的电子板上 所以看得出 中共不只在军事演习之中 也已经从电子战开始攻陷台湾岛等等超市 以时改次会攻陷台湾岛的军事目标 与军事管理指挥所 所以这种高科技的打击行动 台湾岛的防守 防不胜防 第一支更最新的军事行动 与情况 请看第五集的 陪洛西飞了 中共假演习真武统 提前武统台湾第五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第五集再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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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暗在你 没有我能教你 拥抱所有的神秘 黑暗在你 黑暗在你 拥抱所有的神秘 黑暗在你 拥抱所有的神秘 黑暗在你 你拥抱所有的神秘 你拥抱所有的神秘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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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